那是玩到,把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 在信仰的洪流中,放开胆量 你是否曾在生活的重压下感到无力 今天,我们将揭示如何像迦勒和约书亚一样 打破恐惧的枷锁,放开胆量,在信仰中勇往前行 明书记十三章十八到二十节 看那地如何 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 所住之地是好世代 所住之处是银盘还是奸城 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极薄 其中有树木没有 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 弟兄姊妹们,平安 当我们面对新的环境 或者与他人的意见不一致时 我们是不是像那十个探子一样 只看到眼前的困难和挑战 甚至因为自己的信仰受到逼迫 我们是选择退缩 还是像迦勒和约书亚一样 坚定地与神的心对齐 放开胆量 将主美好的消息传递给他人 反思我们的生活 我们是否常常像那十个探子一样 因胆怯而依赖自己的有限眼光 判断事态呢 在日常的决定中 我们可能像风中的树叶一样摇摆不定 害怕雨冲突或不适应环境 然而 作为神的儿女 即使我们犯错 神也未曾离弃我们 圣灵时常提醒 并引导我们归向主 因此 我们要自问 我们是否真正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 是否愿意依靠主的力量 放开胆量 勇敢面对一切挑战呢 今天的经文 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 神帮我们置于这个看似强大 难以征服的世界 不是要我们像那十个探子一样 躲在舒适区逃避挑战 而是要我们全心信靠他 在每一个困难和挑战中 彰显他的大能 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 已在我们里面 我们应在圣灵的引导下 放开胆量 勇敢地在世人面前 见证主的美好 穿扬他的爱与救恩 世界的强大和挑战 是不可否认的 在未来的道路上 可能会再次遇到 让我们退缩的困境 但不要让这些困难 无限放大 而是将我们的软弱 坦然地交给主 愿神赐给我们迦勒 和约书亚的心智 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放开胆量 勇敢地行走在人世间 见证他的荣耀 主啊 在你的面前 我承认自己的软弱 很多时候 我像那十个探子一样 被环境所吓到 失去了信心 但我感谢你 因为圣灵光照 让我看见自己的不足 并帮助我在你里面 找到力量 主啊 我深信我是你的儿女 你必定会因你自己的名 赐给我信心和勇气 带领我在这个世界中 坚定不移地跟随你 愿你的应许和信实 超越一切的挑战 我必会靠着 加给我力量的主 放开胆量 勇敢地 敬着你的恩典与荣耀 奉处耶稣基督的得胜名祈求 阿们 我要向高山举步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野荷花儿来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野荷花儿来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来 他虽然未曾应许天色苍蓝 但他却允许我们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每当我在生活 工作 侍奉中 面临压力及难处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我最好的帮助 让我们像高山举目 单单仰望造天地的野荷花儿来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野荷花儿来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野荷花儿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野荷花儿来 祷告是与神的对话 是内心的渴望 软弱的交托 信心的行动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祷告吧